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咱们来看由切尔世纪说所写的《枕上书翻外》,四十六 灵儿,你就没想过,其实苏默叶根本没打算要和阿牧在一起吗? 滚滚突然认真的看着月灵说道 嗯?月灵似乎陷入了另一团迷雾,灵将军现在得空就来私塾里待着,也不管有没有他的建树课 原本会围绕在阿牧身边的男生,也自动保持了距离 旁观者清,现在整个私塾都知道大将军对阿牧不一般,但阿牧却没有之前那般自在了,反而有时还会刻意躲着他 有一日,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矩上课的阿牧去拉着月灵一起逃课 他们跑到了城南的一处小亭子,看着远处来来往往的游船 阿牧,你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月灵明显感觉到阿牧近日的反常 月灵,我这些日子只要一见到他,心都跳得好快,可是又会很害怕 阿牧望着月灵说道,你是说,林将军?月灵试探地问道,阿牧点点头 心跳得快,是因为怕见到他吗?月灵有些不明白阿牧刚刚说的话 阿牧立刻摇摇头,但过了一会儿又缓缓地点头 月灵,我喜欢他 这般少女心事,阿牧连娘亲都没有说过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着月灵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虽然她总是一副不好亲近的样子 月灵此刻倒是希望自己之前的直觉不要那么准 从第一眼看到她,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我也不知道,喜欢到底是什么 只听娘亲说过 如果你遇见一个人,心跳得特别快 做什么事都会想起她 那就是喜欢了 因为娘亲当年对父亲就是这种感觉 我现在只要上建树课就特别开心 不看到她的时候又特别想她 阿牧说着说着,脸颊还不自觉地微微泛红 那又为何会害怕呢 月灵问道 我不知道 阿牧的眼神中有一层淡淡的落寞 有时候我觉得,她看着的并不是我 而是另一个人 月灵望着此刻的阿牧,心中突然有一个想法 苏莫叶在等阿牧 那阿牧等的人是林轩吗 他们三个人到底有怎么样的牵扯 和阿牧吹了一天的风 月灵直到傍晚才慢悠悠地往回走 结果不远处就看到了滚滚拿着一袋吃的在等着她 哥哥,你什么时候来的 在你们坐下不久吧 滚滚给月灵递了一串糖葫芦 那你在这儿等了一天 月灵边吃边问 中途去买了些吃的 滚滚把袋子打开 里面都是月灵最爱吃的东西 月灵一把抱着滚滚 也不管自己嘴巴上还沾着糖渣 一个劲地和哥哥撒娇 哥哥最疼灵儿了 灵儿好幸福好幸福啊 滚滚摸灵儿的头 笑着说,哥哥不疼灵儿 疼谁呢 肚子饿了吧 还想吃什么 哥哥带你去买 两个人边吃边逛 哥哥,我之前猜的是对的 阿牧喜欢灵轩 然后你和我说的也是对的 苏默叶的确怪怪的 滚滚擦了擦月灵的嘴角 灵儿,你是不是在这个故事中陷得太深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实在看不惯这么没出息的神仙吧 入夜 月灵拉着苏默叶在院子坐下 一本正经地问她 叔叔,你等的人不止是阿牧 还有灵轩是不是 又被小殿下猜到了 这一次苏默叶没有很意外 那又为何 你明明喜欢阿兰惹 也就是阿牧 月灵真的是不明白了 小殿下 你想听个故事吗 这一夜 苏默叶难得的在没有喝酒 完全清醒的情况下 把那个埋藏在自己万余年的故事全部讲给了月灵听 关于梵银鼓的 关于陈叶和阿兰惹的 关于自己的 原来阿兰惹和陈叶的前世是娘亲和父君的影子 难怪每次见到阿牧总会有一种亲近感 月灵并没有打断苏默叶 而是静静地听她继续说 那日在幽冥寺 西湖筹问我为何如此执着 当时我以为自己的执念是曾经的求而不得 直到这些年 我默默地待在她身边 看她在幸福的家庭成长 有着要好的朋友 现在又遇到了可以让她开心的命定之人 我才发现 我的执念是她曾经的求而不得 很久以前 当我知道陈叶也同样爱着阿兰惹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自己才是他们悲剧的始作俑者 如果不是我的意外出现 他们可以获得一世的幸福 那阿兰惹 也不会如此孤独而又绝望地死去 或许我的执念 是从那个时候越来越深的吧 这一夜 月灵分明从苏默叶的眼中 看到一种平静而俊勇的深情 原来喜欢并不是只有一种样子 一个结局 小殿下 我得好好谢谢你 谢我 如果不是你执意拉着我 去当了这个娇音律的夫子 林轩又怎会因为我的笛声走起私塾 他们又怎能这么快就相见 或许 这都是天意吧 天意要让你成为连接他们这一世缘分的关键 天意要让你圆了自己万年的执念 而我的出现 也不过是天意的一部分 说完 或许是为了安慰末少 月灵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 苏默叶回想起太成功的周岁燕 月灵也是这般的笑容 仿佛有一种魔力 可以把人心头的万千筹序全部赶走 似乎再深的伤口都可以完全愈合 不过 林轩带着前世的记忆 这倒是一把双刃剑 她会给这段缘分多生变数 月灵想了想 还是把心中的疑虑告诉苏默叶 我也发现了 这两天阿默有些心不在焉 苏默叶发现 自己居然可以和月灵 如同朋友般唱走预言 很多年后 当月灵真正明白了请之一字 她很想和那时候的苏默叶说一句 叔叔 你没有做错 你只不过是太喜欢她了 喜欢到可以把一切的错归咎到自己身上 你想想 你和她相处的那些日子 都是为了她好 什么时候伤害过她了 月灵看着苏默叶这样子 懒懒地说道 你怕是不会坐视不理了 小殿下这独人心思的能力 实在令人佩服 苏默叶笑着对月灵说 月灵真的是帝君和凤九的女儿 平时冷冷的样子 和说话时的一针见血 像极了帝君 但和滚滚在一起时 撒娇又活泼的样子 又像极了凤九 你想怎么包 月灵原本想说她爱管闲事的 突然觉得自己在凡间这十几年的座位 也像极了多管闲事 于是喊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得找林轩谈一谈 苏默叶淡淡地回答道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月灵几乎脱口而出 最后顿了顿 反正我在凡间做什么 都是打发时间 苏默叶这回的办事效率倒是很高 让月灵刮目相看 第二天晚上 她就把林轩请到了家里 还备了一院子的好酒 两个人刚一坐下 就直接各喝了一坛酒 陈夜 往来这个凡事 也是为了阿兰惹 苏默叶首先打破了陈默 林轩点点头 早已猜到 默先生至此处 定不是恰巧路过 那你又可知 我今晚为何找你 苏默叶的眼神 突然变得冷淡又锋利 不知 林轩对上苏默叶的眼神回答道 那阿木害怕你 你又可知 苏默叶继续问道 阿木 怕我 林轩一瞬间有些失神 怎么会 你看不出来 她这些天都在有意闭着你吗 苏默叶喝了一杯酒 慢慢地说道 阿木这几天 的确有些躲着我 我以为 她是不好意思 怎么会是害怕 苏默叶的话 让林轩大感意外 她喜欢你 却又害怕你 可你却一点都不知道 苏默叶说着 也有些无奈 她说 有时候 你看着的 并不是她 而是另一个人 林轩杯中的酒 撒了一地 阿木说的另一个人 就是阿兰惹吧 苏默叶又给林轩 倒了一杯酒 可是阿兰惹 就是阿木啊 他们是同一个人 林轩想要为自己 争辩几句 辰夜 这是我最后一次 这么喊你 以后我只会称呼 你为林轩 苏默叶突然认真起来 这一世 你只是林轩 而她只是阿木 阿木是阿兰惹的转世 她是生活在这个凡事的 一个普通女子 她并不是阿兰惹 你那些试图 从她身上 寻找阿兰惹的眼神 会伤到她 我没有要伤害她 我只想对她好 请起所有的对她好 林轩说的真挚 你想对她好 我又岂会不知 苏默叶缓合了一下 彼此的情绪 你可知在幽冥寺 细呼说告诉我 阿兰惹唯的侄念是什么 苏默叶望向林轩说道 望却虔诚 这四个字 如同一把利剑 直戳林轩的心 今生 她只想做快乐的阿牧 过普通人的日子 因为这些看起来 平凡的幸福 对于前世的她来说 是多么遥不可及 今生的她需要的 不是陈业 不是一个纠结在 前世弥补的轮回中 走不出的人 她需要的是一个 真心爱阿牧 眼里心里只有阿牧 和阿牧共同一生的人 苏默叶深知 陈业情深 但她对阿兰惹 过多的愧疚和放不下 只会对一无所知的阿牧 造成伤害 无论是前世的陈业 还是今生的林轩 面对所爱之人 总是习惯自己一个人 做足所有 扛下所有 却忽略了对方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在此凡事 她总想着去弥补阿兰惹 所以不可避免地 会把阿牧 看成阿兰惹的样子 和性子 从会如阿牧 又怎会看不出 这神情中的异样 苏默叶觉着 这个夜晚 她怕是把这上万年的话 都说了 更何况 即便你拥有前世的记忆 你也不是陈业 陈业和阿兰惹 早就在万云年前 就消失在这个世上了 此生 她是阿牧 亦是灵轩 她依旧会在看到 你的第一眼 就觉得不同 会满心欢喜地爱上你 而你依旧会把 全部的爱给她 这就足够了 过于纠结前世的弥补 只会给今生 造成更多的遗憾和错过 在她的眼里和心里 一直是灵轩 在你眼里 她是阿牧 也是阿兰惹 即便身份不同 她都是你唯一挚爱的人 这就够了 放开前尘 拥抱今生 岂不是更好 这一夜 他们喝光了整院的酒 最后不知这满院子 留下的是笑 还是累 月灵倒不是想窥探 他们的谈话 只不过这两人 喝了酒后 说话越来越大声 加上狐狸的耳朵 本来就零 真是想不听到都难 第二天 苏默夜神清气爽 一点不像宿醉的样子 叔叔 你是不是偷偷 用法术解酒了 月灵看破便说破 苏默夜觉着 在这位小狄鸡面前 自己简直像个透明人 不由尴尬地 扯了扯别的话题 看来昨晚的醉酒很有效 月灵看着苏默夜的神色 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位林将军 可不是很好说通的人 我说过的 我自有办法 苏默夜的笑意更深 来到私塾 发现林轩已经在了 看着状态也非常不错 月灵叹了叹气 叔叔 你也给他用法术解酒了 苏默夜没有否认 我发现 你还真的没把反射当回事 月灵望着苏默夜手腕上 隐约可见的伤口说道 区区反试 不按试 苏默夜说着 把袖子又向下拉了拉 不过林轩今天看起来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了 更多了几分少年该有的样子 以前看着她的时候 总觉得她的眼神里 藏着太多事 月灵一开始以为 是战场上的生死 见得太多的缘故 后来才知道 是因为她忘记 所有前世之事 今日 眼神干净简单了许多 和阿木看起来更为相衬了 阿木看着也很开心 林轩不知道说了句什么 她就羞得红了脸 还笑得直不起腰来 其实她们万年求来的造化很简单 只求这一世 她们不再是谁的影子 也不再背负谁的天命 她们只是自己 做着世间最平凡的夫妻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听天有堂课 我是雪梨 拜拜 我说这一集 我讨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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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据 我讨论下